首先谢谢主办方 我们本次这个报告 本来是由我们的首席专家 唐雄彦博士来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由于唐博士临时有事情 就委托我向各位汇报一下 我们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本次这个报告的题目就是 我们中国联通在使用开源代码的基础上 在对网络重构的这个过程中的一些实践 和我们的一些经验分享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中国联通未来网络的这样一个的愿景 就是我们的Kubernetes 2.0这样一个愿景 我们整个自在2015年的时候 发布了我们这个未来网络的一个愿景 整体上我们的网络包括四个部分 首先就是我们的双中心 我们次包括以用户为中心和以数据为中心 用户为中心主要就体现在我们这个 以用户为中心的这个包括MEC 包括我们这些前传回传接入 这样一个放在的一个接入网 另外一个就是以数据为中心的一个网络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在我们的核心层 还有我们在平台侧这个面向骨干DC的 这样一个Cloud Service Access这样一个网络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超宽带的基础的 这样一个弹性的传输网络 还有就是我们包括东西向和南北向 这样一个整个Global的全局的这样一个业务合作和协同的 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我们在推进整个网络重构过程中 就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也看到的 怎么去对待这个开源代码 网络领域的这些开源软件 那实际上它包括三个层面的一个问题 大家就必须要去面对了 第一个用不用这些开源代码 开源软件在我们网络领域 第二个用了这些软件是不是一定能行 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去部署 怎么去实践 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 到底用不用这些开源软件 在网络领域整个重构过程中 那么我想这个问题大家已经讨论了很多了 用这方面开源软件的一些好处 也是简而易见的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包括的开源软件 它的无论是它的弹性 还是它的整个的扩展性 都是有很强的一些优势和一些基础 另外就是整个开源软件的 在网络领域的一些使用 也加速了整个技术的一个前进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通过一些开源软件的一些使用 也能够分散 我们用运营商也好 包括设备商 大家一些技术方面的投资 另外一点 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大量的开源软件 这样一个推广 对我们标准化 特别是提高我们 多厂商之间的互通 也是非常有促进的作用 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可以见证很多 通过这些开源软件的推出 对一些破坏性的技术 连续抓不退伍的技术 一些加速的推广 那么我们既然想用这个开源软件 那么用了这些软件 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达到我们这个网络转型的目的 这其实是现在 大家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 这个困惑的实质 就是说整个网络开源软件 整个生态里面 大家对它的一些定位和它的目标 都是持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们这里面列举了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我们运营商 从我们运营商的角度 就对它了一些期望 就是说我们希望 我们整个网络架构 能够有一个基于开源软件的 一个实现的一个参考 那么在这里面 具体的一些组件上 我们会有一些包括厂商特定的 一些方案在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是希望 based on open source version 通过一些版本 完全基于版本和架构的 一些参考实现 来推动开放网络的 这样一个建设 而从Window的 我们一些合作伙伴的角度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 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 一些商业方案 然后在这个方案里面采用 一部分的这个开源组件 来提供整套的一个解决方案 双方还是有不同的理解 在这里面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整个的一个开源软件的 一个Washen版本的 这样一个架构 能够吸引更多的 或者说我们对捷偶啊 对很多我们的诉求 能够得到更多的满足 那这个是就需要 很多的这样一个沟通 或者说能够达到一个 和谐的目的 包括我们这一次 ONS 2017上 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和谐 怎么让开放网络更加和谐 那么刚才说到第三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怎么去 去部署去实践 这些开源网络的 开发网 开源软件在我们网络领域的 一些实践 我们首先第一点 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我们发现整个生态里面 大家会有不同的一些看法 那么我们第一步 我们就是建立起 我们自己的 或者说大家对愿景 有相近愿景的 一些合作伙伴 我们一起共建一个生态 然后在这个生态基础上 我们再去通过一些 我们叫做集成环境 或者集成平台的建设 来验证这些开源软件 在相关场景里面的有效性 特别是通过集成这种手段 把相关的合作伙伴紧密地 偶合起来 然后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会对一些 目前比较流行的 或者说主流的一些 集成平台 进行一些部署 进行一些包括实验室 和现网的一些测试 那么首先 是这个整个生态的 建设的一个推进 中联通我们 在整个开源 网络开源领域 我们推动了两个 生态的联盟的一个建设 我们首先是推动了 中国联通产业互联网 这样一个联盟 通过这些开源的一些建设 来推动我们 中国联通产业互联网的一些应用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联通 运营的China169这样一个网络 我们拥有超过七千多万 这样一个宽带接入的用户 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极客用户 也是超过几百万这样一个量级 然后呢 我们也是针对 我们中国联通也是靠的 这个中国区的 或者唯一一个董事成员 我们也推动了中国靠的产业联盟 这样一个成立 我们刚才也提到 光成立联盟 建立生态 这个是不够的 我们要想建立一个仅偶核 或者说有真正输出的 这样一个生态 我们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 一个集层平台 那么这个集层平台 它才能够破解我们在整个 看源部署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包括我们提到的这些技术瓶颈 因为你大量软件的应用 性能能不能达到 还有我们 这些 解偶过程中 这些解偶的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最关键的就是 我们也都知道 如果解偶了 大量软件也应用了 那么包括这些开源的应用以后 我们运营商有没有能力去集成它 这个运营问题 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 中国联通 我们也推进了我们这个 Cubonet Integrated Environment CIE 这个集层环境的一个建设 通过这样一个环境建设 我们把我们 相关的开源技术 在我们围绕 重点的一些场景 进行一个集层 在我们这个平台里 相当于一个沙箱 进行验证 然后同步 推进到我们的线网的 进行演进过程中的一些部署 这里面我做了一个示意图 这个是我们现在 正在做的一个工作 我们叫做Multi-Access Code 这样一个连接 一个项目 这个连接项目 它体现了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我们未来的 随着我们5G的部署 随着我们中国联通 综合层载点的这样一个演进 我们的一些 包括一些边缘 数据中心 有可能慢慢慢慢 就变成了一个固疑融合的 一个接入的服务点 那么这样一个Code 它就不仅仅服务我们 包括移动的接入 也会服务我们的一些 CPE 这些企业雇网的一些接入 同时呢 也是我们现在面临一个 比较重要的问题 多个Code 之间这样怎么去协同 进行全局的业务协同 包括你这个Code 跟OnApp 这些新的业务平台协同的 成的这些技术 怎么能够有效地集成起来 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的一些具体的实践 我们这里面首先 刚才我们提到 我们Code这样一个项目 我们这里面最重要的 就是首先围绕我们 未来网络演进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两中心 有一个中心 就是我们这个接入 用户为中心的 这样一个放载接入网 那么我们就设计到 大量的边缘的DC的 一个建设 那么未来的DC 我们到底怎么去定义它 那么我们就对它做了一些 解释或者一些 愿景的一些定义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 Code技术的引入 对我们包括家庭介入 对我们的这个企业场景 还有移动场景 都能有一个 很好的融合和推进 这张图是我们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实践 我们知道中国联通 应该是在2015年左右 就启动了我们的光景同退 在这个过程中 大量的PSTN的聚房 都同退出来 一方面包括地 这些聚房都有很好的地段 也有大量的这个空间资源 那我们中国联通 我们就推进了一个项目 就在2017年底 包括在河南等 很多省份 我们要改造100个 PSTN的一个局房 通过SDN技术 包括微长蓝等的引入 把这些 在一个成语网里面的 这些PSTN的局房 和我们这些边缘的数据中心 留在一起 形成一个整个的 这样一个逻辑资源池 来服务我们未来的 或者说我们一些新的业务 包括我们的语音服务 包括我们未来 包括我们未来5G的 这样一个架构引进 这张图是我们在白核技术上的一些实践 我们刚才也提到 我们大量的工作是 其实集中在极层里面 那么白核 我们包括我们 像我们一些合作伙伴 定制了相关的这些软件的规范 同时呢 白核技术也不仅仅是在软件上 也包括我们对开源硬件的一些引入 这里面就包括 基于OCP规范的 我们ONIE的一些规范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定制 然后我们在做基层过程中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 包括一些开源控制器啊 等大量的引入 这里面就包括 我们引入了ONUS 作为我们的Super Controller 这样一个架构 它来支持 对你南向的 不同厂商的 这样一个 Controller的一个管理 同时呢 我们也包括 引入OpenStack 做资源啊 包括对这个 新的业务 WAS啊 还有对BSS OSS 这样一个对接 这个是我们在实验室 做的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主要是 集中来验证 相关的一些 我们对这些 多厂商白核的 一些集成测试 这里面就包括 我们对不同的场景 包括VBNG 还有VCPE 这些场景 一些那个验证和测试 这个是我们 今年做的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中国联通 在江苏省 我们在线网里面 去做了一些 基于白核的一些测试 这个测试就包括 我们在我们的 线网机房里面 部署了 不同厂商的白核 以及 以及包括我们 基于一些合作伙伴 基于Leaf Spion 这样一个架构的 一些品牌的 一些交换机的 一些技术 形成了一个混合 有白核 也有一些品牌的 这样一个混合的 一个环境 来实现对 我们刚才提到的 BNG VCPE 这方面的一些验证 另外一个方面的工作 就是这个 OPFV 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整个 开源平台里面 包括两大类 一类就是我们 这个靠的一个平台 另外一个就是 OPFV 这样一个 集成测试平台 它们的作用 就是来对我们下游的 对上游的 很多这个开源的 不同层面 不同layer 这些开源的软件 进行的一个 集成测试 包括我们在 这个controller 这一层面的 ONAS ODL 还有我们在 这个 接通器层面 ONAP 和OpenMIMO 这些 进行一个 集成的测试 那么 还有我们现在 中国联统 我们也包括在 开源的 乱测的一些技术 因为我们前面 也提到 那个MCODE 那样一个 也是我们一个 重要场景 我们通过这些 包括OPFVA 这些OCODE 这些 集成平台的参与 重点参与 来去来推进 这些集成验证 技术的一些成熟 来对我们的 这些场景部署 提供一些参考 那这里面 在OPFVA里面 我们重点就是 首先是 16年的时候 我们加入了 这个UnderUser 顾问小组 主要是由运营商 来组成的 顾问小组 提供相关的 一些场景的 一些要求 和输入 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对 刚才提到的 一些测试 集成测试 包括一些 自动化测试的 一些重点关注 我们加入了 这个CVP 就是验证项目 Cert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Program 包括它的一些 集成 在MEMO的那些集成 包括对ONAP 还有OpenBiton 这些相关的 协同器的集成的 一些验证测试 最后 我想做一个 简单的总结吧 对我们中国联通 这个开源领域 网络这种 开源领域的一些 探索的一些 简单总结 实际上 我们刚才也 前到我们 第一步 我们是建立 相关的生态 生态建设 通过我们这 两年吧 因为我们中国联通 应该说是 在运营商里面 对开源软件 网络领域 开源软件 应用是比较 早的一些 运营商的 这样 之一吧 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 合作伙伴 在天津 用ONAS 就搭建了 基于ONAS的 这个VPN的业务 包括我们天津的线网 来承载 IPTV的业务 然后在实践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 有的时候 如果你把这个 一个技术应用过程中 只有单一的 几个伙伴 或者说这个生态链 不是很完善的话 很多的时候 推进到一定阶段以后 都很难推进下去了 然后所以说 这就启发了我们 整个网络领域的 这种开源软件的使用 生态建设 是它的一种手段 但从很大意义上 或者从 非常重要的意义上 生态建设 也是它的一个目标 就是我们运营商 我们去推广 这种开源软件 在我们整个 网络转型的 过程中的这种部署 我们的一个目标 或者说一个 非常重要的目标 就是能够建立起 这样一个 开源的一个生态 因为只有这样一个 生态的建立 所以我们才能够实现 我们整个开放网络 的很多初衷 包括对我们这种 业务创新的一些推动 特别是5G来了以后 大量的垂直行业 这些业务的引入 或者说 运营商的网络 能够被垂直行业 那些服务商 能够集成 这些要求 可能都需要我们 去有一个生态 这个生态 就是我们网络转型 中采用 开源网络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目标 这里面 我们也提到了 这些包括 采用这些开软件 一些其他的一些好处 但是我想这里面 就再三介绍 我们的一些经验 就是我们希望在整个引入 这种开源软件 在网络转型工程中 重要的一个目标 就是生态 生态不仅是手段 而且也是我们的 联通的网络转型的 一个重要目标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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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